大家好,12月5号,现在16点57分啊 我们看看广东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 叫李孔岳啊,李孔岳的关于中国限电的一个高论啊,我们听一听 背后的什么,高明之处,我就缓问一个问题 如果限电,拉扎限电为了对付美国,为什么我们路征不要关注? 为什么医院会停,为什么居民怎么样? 这不叫瞎扯吗,你要倒逼中国的产生机,倒逼对美国进行体制 你最多也就是工业限电,你怎么会限民用电呢? 不符合体制,而为了减能减排,我们把小煤窑看不关照 为了跟澳大利亚斗,我们把澳大利亚的进口煤炭里边,合同里边,取消 导致我们中国的煤炭大幅的,减少 而你的电,72%是火力有限 中国的煤炭的能高,标号又不高 澳大利亚进口煤炭6000大大,低污染少排放 但是我们要抵制澳大利亚不进口 我们签了15年的合同,580亿斗 其实这样做的是,结果是啥?傻瓜都是 聪明的人在新加坡成立一个公司,从澳大利亚买煤,然后赚到什么?巴西赚到什么?其他地方 蒋是其他国家,还是卖给他 所以,现电的原因是,电视计划经济又不能随便提价,煤炭涨了三倍多 有三百多块钱一灯,涨到了一千五百多的一灯 没电的行业,只要华电,就什么? 而他因为是国有体制,他的目标又必须保持正值 他怎么办?他就装吧,检修 我华一堵,不见我亏两毛钟,我干嘛呀 导致全国的 这个教授比较敢说话 他把前一段很多省市,连民用店都给限了 完了有的人说,这是下大旗,倒逼美国,胡说八道呢 他说聪明的人在新加坡,什么设立公司 然后转卖这个没发财,那不叫聪明的人 那叫有门路的人,是吧,有关系的人 那都是红二代,官二代,太子党,权贵 既得利益集团 官商勾结的利益共同体 这个关于这个,这不说吗?说这电力企业是国有企业 不让随便涨价 还说把好多小煤窑都给关了 对啊,原来那温州人,集资,几个人凑多少多少钱 跟乡亲们,跟自己的老乡们借钱 或者叫那个集资,就叫集资吧 然后到山西,山西后来给人家那个煤矿 给人家私营煤矿,说人家不安全 老死人,给人都关了 关了你变成国企了 你还,那你,你的安全有改善吗? 你就把人抢了,对吧 还有关于国企 好像有一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 在深圳吧,叫陈志武教授 他说国企应该给所有的中国成年人 按年发红利 按年分红 结果呢,国企就把这个账 把每年都做成亏损 但是国企的高管 既得利益集团拿着高工资 他对这么大的这个国有资产 所谓的国有资产 就是全民财富 他有支配权 他很容易就自己贪污 就行贿受贿 寻租,权利寻租 灰色地带 就把钱都给捞走了 对不对 所以中国就是这些韭菜 为什么现在让你生三胎啊 就是缺韭菜 缺奴隶 小奴隶缺货了